詞曲 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嘿!大家午早 我小晨齁 很歡迎今天這麼多人來 請問一下,今天有人聽不懂北京話? 都有齁,因為我台語沒改練回國 所以我可能會北京話為主 今天我的題目是國家變變變 第一次的變是慶祭 隨便的意思 慶祭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觀念都很慶祭 譬如說 請到冠軍就座 譬如說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聯合國是國家要請牙手一下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齁 那它是什麼 對它是一個國際組織 譬如說最近很紅的這個 克里米亞自治國是不是國家 克里米亞自治國啊 非常紅啊 不是嘛 那為什麼要叫自治國 就是說這個翻譯的本身 就是說這個翻譯啊 從英文或是從俄羅斯話 或是從不管什麼話 它這個翻譯的過程中 可能就會misleading 會誤導你的概念 像聯合國它不是國家 可是你叫它國嘛對不對 它有個國字嘛 那克里米亞自治國 你看中文你看維基百科 新聞是不是都這樣講 你就會 一般人就會很想當然而言說 喔它有個國字 所以克里米亞自治國是國家嘛 對不對 那你就會看不懂新聞啦 為什麼它如果是一個國家 它為什麼還要公投獨立 那為什麼美國 北約組織 庫克蘭會說它違反國際法 烏克蘭會說它違反烏克蘭憲法 為什麼 如果說啦 它真的是在1992年的憲法就獨立的話 如果烏克蘭是透過1992的那個憲法 那個克里米亞是1992的憲法的話 為什麼烏克蘭有辦法廢除那個憲法 為什麼烏克蘭 好像是昨天還是今天 烏克蘭的憲法法院判定 克里米亞公投是違憲的 這個背後你就要去理解什麼是國家 你如果去查英文版的維基百科 它不會講 烏克里米亞自治國 它會講什麼 它會講 Autonomous Republic 它沒有講State 也沒有講Country 更沒有講Nation Country, Nation, State 是三個跟國家有關係的英文字 等一下我們會來解釋一下 這個會牽涉到國家的概念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可是克里米亞 既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Autonomous Republic 就是一個自治共和 英文就是很乾淨 自治共和 沒有國字 沒有國字 所以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自治體而已 自治的實體 所以它的 它的主權還是在烏克蘭之下 等一下我們會講 這個巨人的意義 我們現在大概就可以提一下了 請趕快就座齁 那個 有沒有人知道這幅畫 這幅畫是這個 十七世紀的時候 一個很有名的著作叫利維坦 Liverton 它是這個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它比蘆梭還早 所以它等於是 這個國家的概念的一個大轉折 中世紀的西方國家 國家的概念就是 軍權神獸 大部分 那到了 社會契約論開始以後 他們才會思考說 到底人民的權利在哪裡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這個 這一本書 利維坦 包括後來的盧梭的 那個 社會契約論 但是這本書才是 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那這個 這個巨人 你看它的每一點 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 一個人喔 你把它放大來看 它每一點都是一個人 也就是說 它是由一群人組成的 一個人造人 那什麼 什麼東西把這一群 人造人 變成一個巨人 變成一個大的巨人 那個就是社會契約 就好像 夫妻 決定 共組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就變成了一個共同體 類似這樣的意思 所以它的右手拿著 寶劍代表世俗的權利 左手拿著 權杖代表精神的權利 頭上戴著皇冠代表那個主權 所以 在霍布斯 就是這個 利維坦這本書的作者 霍布斯的這個論述裡面就是說 這個 國家就好像是人造人 那主權是什麼 主權就像是這個人造人的靈魂 你可以這樣類比 雖然 嚴格來講不那麼精確 可是 大部分你可以這麼想 主權就相當於是靈魂 國家就相當於這個人造的人 就是國際法裡面的 最嚴格的法人 就是主權國家 OK 所以 你很難判定這個 這個領土有沒有主權 你很難判定 因為一個人 他是死來活著 有時候很難判定 你說 對不對 可是 一個人是不是人 他很容易判定 可是這個人 他到底有沒有靈魂 其實 就是 不見得那麼容易判定 靈魂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OK 這裡有一句話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科與之相比 曲字就約約伯記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這個約伯記 它裡面會牽涉到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主權者 尤其是這個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這其實跟台灣的地位有很深刻的關係 我建議你們大家都可以去找約伯記 去看一下這個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好 第二個變是什麼 就是變化多端 就是說你 你想要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 至少我們先了解現況是什麼 過去是什麼 你看中華民國 或者說中華台北這些統治者 他怎麼治理的 他就是掌握對過去的權勢權 所以他們要改綱要 他們要掌握過去的權勢權 就掌握了現在 掌握了現在就掌握了未來 對 所以他為什麼一定要改綱要 但是你怎麼要了解正確的理解過去 客觀的理解過去 所以你要先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關於什麼是國家 過去國家的組成型態有什麼 現在的國家組成型態有什麼 比如我剛剛講 你如果連克里米亞 不是一個國家 它是不是一個 country 是不是一個 nation 是不是一個 state 你都分不清楚 你當然就看不清楚新聞在講什麼 因為新聞記者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理解什麼 這些基本國家的組成型態之後 我們才能分辨 進一步分辨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國家 這是我今天的題目 為了後面進行順利 我做一點暖身 概念的暖身 就是說你常常會在新聞啊 媒體看到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這些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常常就把這幾個東西混用 然後你就會 你搞不清楚 那我現在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齁 其實有五個概念 有五個概念 這五個概念是不一樣的概念 比如說 這個國家的實體 我們舉中國為例 國家的實體 在1912年到1915年2月12號 這個階段 為什麼是2月12 因為這一天 溥儀 就是大清最後一個皇帝 溥儀宣布退位 這個才是真正法理 中華民國政府誕生的那一刻 並不是10月10號 並不是辛亥事件發生的10月10號 而是溥儀宣布退位的那一刻 這個才是合法的權力轉移 所以克里米亞人民在 在 就是前幾天 3月11號宣布獨立 請問克里米亞獨立了嗎 沒有喔 就好像那個10月10號 一群人在中國境內 或是大清帝國境內 宣布獨立 他們得到法理地位了嗎 沒有喔 沒有喔 一直要到 合法的權力轉移 他們才真正取得 那個合法的身份 在這個階段呢 你看 這個國家的實體 叫支那國 當然有個問題啦 你會問大清帝國 等不等於支那國或中國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但是因為 要解釋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想一下 這個 它的名字叫什麼呢 在這個階段叫中華民國 你看英文的話 它也沒有講到State 它講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它講什麼 中國的共和嘛 對不對 所以它既可以是指這個國家的名字 也可以是指這個政體的名字 也可以是指這個政府的名字 所以它有幾個概念 國家的實體 國家的名字 或者是政體政府的名字 政體呢 這是第一版的共和政體 政府那個時候 因為都是北洋軍閥 所以又是北洋政府 你也可以叫中華民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在這個階段啊 譬如說 袁世凱稱帝 所以它這個政體就是帝制 它的名號就不是中華民國了 而是中華帝國 Empire of China 但是呢 它還是同一個國家喔 即使它從共和變成帝制 它是同一個國家喔 它只是人格變了而已 就是今天這個人突然轉性了 這好像這個人嘛 這是這個人的名字嘛 人的名字也是可以改的嘛 那這三個就相當於那個人的人格 所以這人格有區分政體政府政權 哪一個人格在哪個時刻去代表那個人 這樣有理解嗎 所以這是五個不一樣的概念喔 五個不一樣的概念喔 比如說 在這個階段呢 張勳復辟 張勳的軍政府 勇力溥仪復辟 所以 這個時候 大清國又出來了 所以不是名字一直叫中華民國 但是 在 China這個 疆域裡面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 在段勳復 這個階段又成立臨時政府 因為他自己想寫一個憲法 好 張作霖也是個軍政府 好 一直到了1945年10月25日 除了這個 取得正統的這個 蔣介石南京 蔣介石林森這些 南京政權以外 當然在這個階段 溥仪他回滿洲國 成立滿洲國了啦 所以 東北那邊就已經不屬於這個管轄 但是 而且在這個 1945年10月25日 根據 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麥克拉瑟將軍 叫SCAP SCAP 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叫這個 蔣介石 蔣介石在叫他的代理人 陳怡 來台灣成立佔領的軍政府 所以這是一個 中國式的佔領軍政府 當然這個 有人會質疑 是 這個中國式是 是中國嗎 有人會講盟軍 有人會講美國 但這個比較細 那 到了這個階段 你看 所以至少有兩個政府 一個是在 在中國這個疆域內 有一個 正統的政府 當然有人說還有三個政府 什麼 延安共產黨政府 汪金慧政府之類的 但是無論如何 那三個政府 所代表的是 一個法人 就是中國那個法人 OK 所以那個會涉及到 國際承認 跟那個承認之後 影響的權利義務 那 但是呢 他在台灣成立的 這個佔領軍政府 是誰 是 the area power 就是 跟軸心國 對抗的這個 那時候所謂的同盟國 所決定的 同盟國決定 這個 蔣介石 代表中國 有這個 有這個分配佔領的權利 所以一直到你看1949年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階段都是沒有 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為什麼 因為李忠仁才是合法的中華民國 最後一任總統 但是李忠仁他的時候 從香港流亡到美國 他並沒有建立流亡政府 他只是個人流亡 所以這兩個階段 以國內法來講 並沒有一個合法的權利轉移 中國並 雖然共產黨 他們已經整個 就是說 控制了整個 China 共產黨雖然已經控制整個China 但是呢 但是這個 但是他們並沒有合法的權利轉移 所以 所以他這個階段是沒有政府 可是沒有政府 代表這個人 不存在嗎 代表國家不存在嗎 國家是存在的喔 就好像在這個階段裡面 這個人好像精神分裂得很厲害 導致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人才是真正的人格 懂我意思嗎 他們在內亂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國家的人格分裂 所以 那所以 國際上的國家就不確定說 到底哪一個才是要公認的人格 所以有些國家承認這一個 有些國家承認那一個 是這樣子 可是 國家還是同一個 沒有滅亡喔 那還有什麼例子 比如說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德國也是被佔領嘛 希特勒政府被摧毀 所以沒有代表 德國人民的德國政府 在德國這塊土地上 統治德國人民的是佔領者 四個國家 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那個佔領的是佔領軍政府 並不是德國人民自己的政府 但是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這是由法院判例的 法院 法院判例說 這個 德國並沒有因為這樣滅亡 因為各位 聽到今天已經知道 佔領不宜專主權 所以德國並沒有滅亡 所以這又是一個例子了 沒有當地政府 不代表那個國家滅亡 那還有什麼例子 就跟我們最有 最相關的例子 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尤其大日本帝國天皇還在 天皇制還存在 只是說他可能沒有順利的 在這個階段沒有辦法順利的 執行他的主權權利而已 他被懸置住 OK 所以這個 到了這個 1952年 4月28號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第二十三條 他說 確立這個 美國是大日本 就是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當然包含台灣 那 所以這個 所以美國就可以在 就是說跟日本的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他就說 只要美國同意 他可以延長駐軍 因為戰爭法有規定 因為戰爭法有規定 你合約簽完以後 你就是要在一段時間內 叫撤軍 因為不宜轉主權嘛 你不可以永遠佔領下去 不可以永久佔領 所以 但是你可以跟那個 當地的主權政府 或是主權者協議說 我們用一個條件交換 你讓我駐軍 一段時間 所以美日安保 就是這樣子 他讓美國可以在 在日本 他們所劃定的某一個範圍 就是現在所謂的日本本土範圍內 駐軍 所以這個範圍呢 其實 有包含台灣 只是說他後來 本來這個範圍呢 都是被劃歸遠東地區 就是 沖繩跟台灣都是屬於遠東地區 但是沖繩 到了這個 1961年的時候 第二次美日安保簽約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還是劃定遠東地區 就是沖繩 琉球啦 琉球還是屬遠東地區 但是到了沖繩返還 1971的時候 他等於是把施政權還給日本國政府 所以從那一刻起 沖繩的管轄權 轉移到日本國之下的話 他的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就變了 就變成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 這比較細 但是大家要曉得 台灣還是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的遠東地區 但是8月5號是什麼意思 8月5號就是 剛剛不是簽了一個 究竟戰可民條約嗎 究竟戰可民條約的第26條說 賦予這個 因為有一些國家沒有跟日本簽 合約 所以什麼是合約 戰爭發生什麼是戰爭 戰爭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宣戰跟一個中戰 因為戰爭是什麼 戰爭是一種狀態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狀態 你一定要嚴格的很精準的區分 從哪一刻開始發生這個狀態 否則 假設有一個第三國的船 經過你們這個交戰的區域 你怎麼樣確定他的權利義務 對不對 所以他們所謂戰爭是一種 一種嚴格的權利義務的狀態 他一定要嚴格確立 所以通常是要經過宣戰跟中戰 中戰就是透過簽和平條約 一般來講最正式 所以這個 但是有一些國家 並沒有在 就近戰和平條約裡面 跟日本簽署 所以就導致說 在他的第26條 他有一個開放條款 就是說 日本國可以私底下去 跟其他沒有簽的簽 但是有個前提就是說 必須 那個簽的條件 不能超過就近戰和平條約 所以就近戰和平條約 是一個母約 那 日本國可以再去簽一些子約 就對了 但那些雙邊的子約 不能超過那個母約 所以 中華民 就是蔣介石這個集團呢 他來到台灣 他本來 他只是一個流氧政權 因為我說過了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合法性 他既沒有合法性代表中國 但是因為那時候 還是戰戰 就是戰戰還沒有結束 所以盟軍還是承認 他是一個 佔領的軍事當局 但是在 8月5號的時候 就是美國 受益 他去跟日本國政府簽台北合約 也就是說 什麼是 台北合約就是 等於是 中國跟日本的合約 所以 他在那一刻起 他就 蔣介石流氧政權就代表中國 代表中國去簽那個和平條約 所以 這個時候 他就取得了兩張名片 三個頭銜 然後兩張名片 一個是流氧 就是有關中國的名片 一個是有關 這個 台灣這方面的名片 中國這方面的名片 是 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他是一個 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但是他在流氧 雖然他有兩塊小領土 叫做金門馬祖 但是在台澎金馬 在台澎呢 他是屬於 次要的在台佔領軍政府 為什麼次要 因為我剛剛講了 根據救援戰和平條 第23條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中華民國如果要在台灣駐軍 要美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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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是台灣治理當局 除了美國 默許以外 這個 因為 台北合約嘛 就是日華台北合約 所以 他取得了兩張名片 三個頭銜 一直到了這個 1979年1月1號就改變 為什麼 因為1979年1月1號 發生什麼事 就是 所謂的 外面不都講 中美斷交 台美斷交 當然不對嘛 什麼是斷交 斷交跟建交都不是國家的事 是政府之間的事 政府或政權之間的事 懂我意思嗎 所謂斷交就是撤除那個政府承認 建交就是建立那個政府承認 什麼承認 承認這個政府能不能代表那個國家 就這個人格是不是代表那個人 這個承認 所以 所謂的斷交是什麼 撤除這個政府承認 建交是建立這個政府承認 所以 這跟國家無關喔 也就是說 我今天 歐巴馬政權 我想要在這個時間點內 我跟誰交朋友 我就承認他 但是 我不承認他就是我不跟他交朋友 可是我不跟他交朋友 不代表這個人不存在喔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建交斷交是政府或政權之間的事 並不是國家之間 不是國家 當然 因為這個政府政權如果是代表那個國家的話 當然會影響到某一些權力嘛 對不對 OK 所以 自從他撤除美國這個主要佔領權 撤除中華民國 可以代表中國的那個承認之後 會什麼影響 第一個 他就不是合法政府 所以他就是一個政權 他只是一個政權 流亡的政權 再來呢 他不是 他不能代表中國這個國家的話 他也沒有次要佔領權了 為什麼 各位要記住一句話 在國際法裡面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什麼意思 跟佔領很像的 有一個叫做領土先戰 這個東西 我看到地上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 有一個 很甜美的蘋果 我可不可以去撿它 可以啊 如果真的沒有人的話 可能樹上掉下來 這樹上是自然長的 人可以去撿它 說 撿起來 過了一段時間 沒人的啊 所以我宣稱這個是我的蘋果 可是如果是一隻 如果是一隻猴子呢 如果是一隻狗 一隻狗說 突然這狗會 會望望 然後望得很像 很像人講的話說 這是蘋果是他的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他沒有人格 他沒有國際法的人格 所以說佔領是一個人的權利 佔領是一個國際法人 主權國家的權利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 不能代表中國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個佔領的權利 所以呢 他就只剩下 治理當局這個頭銜 因為治理當局 他只是一個事實當局 懂為什麼 他只是一個事實 他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國際法的法人 他不是一個國家的主權政府 所以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中華台北是什麼 中華台北就是一個名字 它是什麼名字 它是1979年之後 這個 某一個 準法人 因為他現在不是一個法人 不是一個嚴格的國際法人 他是一個很弱的國際法人 那這個很弱的國際法人 他有兩個身份 就是有兩張名片 一個名片是中國的流亡政權 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 這樣你懂嗎 為什麼大家頭腦會混亂 就是他這個兩張名片在切換 這是不一樣的身份 可是他故意 中華民國故意把這個身份混在一起 馬英九在台灣就說 我是中華民國總統 到了美國 到了世界各國 就說我是台灣總統 這樣大家懂吧 他在做這個身份切換 但是所以 台北是 是他的名字 他彰顯了這個流亡政權的本質 也就是說這個流亡政權 不是台灣人民的政府 所以他只能叫治理當局 他不能叫台灣政府 什麼是台灣 一個台灣各自表述 作為台灣的 中華台北不是主權國家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刮虎刮出來 你要會判斷 什麼意思 這裡講中華台北 我剛剛已經講了 它是什麼 它是指流亡政權 或者是台灣治理當局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政治組織 中華台北是某一種政治組織的名字 它不是主權國家 這個sovereign state 這個state 等一下我們會細講 state就是 它是國家的意思 它是政治組織的那一種國家意思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政治組織 這也是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台灣統治當局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做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你如果沒有看到我刮出來 你也會判斷 這兩個台灣也不一樣 這個因為它這裡用nation 所以呢 這個台灣指的就不會是政治組織 它指的是什麼 它是指的是人民 the people 所以這兩個台灣就不一樣囉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做為台灣當局治理 因為它是被一個政治組織治理 對不對 它是被一個政治組織治理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被治理的那個地理範圍 或者是那個範圍上的人民 所以你看這三個概念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這三個同樣是台灣 它的概念就不一樣 第四個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這個英文是on 這個英文是of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新聞記者都全部翻成台灣人民 美國的很多政治人物也直接講台灣人民 可是你要會區分 因為這跟台灣人是 嚴格很重要的厲害相關的 因為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說 因為它有個上 所以這個台灣是什麼 地理範圍 所以是地理 台灣這個地理範圍上面的人民 所以包含什麼 包含難民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地理範圍內 有居留權的那些人 都算是台灣上的人民 可是呢 台灣的人民 什麼是台灣的人民 這個the就是屬性的意思 擁有台灣這塊土地屬性的人 就是 在這裡生團的 也就是說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原本就是住在台灣的 擁有日本戶籍的 擁有日本戶籍的 後來因為4月1號 天皇照書 變成 取得日本成名身份的台灣人 這是有台灣屬性的人民 就是我們講的法理上的人 台灣人民 這是政治上的台灣人民 有沒有 因為它包含了難民 這個難民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才來到台灣 所以它沒有台灣的屬性 我舉個例子 你可以 你可以強迫那些老鵝 在台灣的老鵝 放棄中國國籍嗎 不可以耶 對不對 他 中國人沒有權力 逼我們放棄 大日本帝國國籍 我們也沒有權力 逼迫 那些難民放棄中國國籍耶 他要自己做決定 他要不要變成 他要不要變成 這邊土生土長 生團 對不對 所以他要什麼 要透過一個法律程序 而不是一個行政命令 中華民國的行政命令 就把我們 全部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不對的 這是混淆效忠嘛 再來還有一個 有一個混淆是什麼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它把台灣人民 跟台灣當局又混淆了 你看喔 我剛剛已經講了 當局是什麼 當局是指那個政治組織 統治的政治組織 人民是什麼 人民就是 一群人嘛 就是那個巨人的每一個細胞嘛 那當局是什麼 當局就是戴皇冠的那一個 那顆頭啦 懂我意思嗎 那顆頭 所以 什麼叫元首 元首叫the head of state 或是the head of government 對不對 政府元首或國家元首 其實這是可以區分的 所以元首就是頭 就是那個巨人 人造人的頭 戴皇冠的那一個 皇冠代表主權 不是細胞 每一個人民 只是那個巨人的細胞 那個細胞不是戴皇冠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人民跟當局當然不一樣啊 可是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它怎麼模糊 在美國的 美國的 行政當局跟參議院提出的法案裡面 它一開始都指台灣人民 但它這個人民又混淆了這兩個 它是指了people on Taiwan 就台灣上的人民 它已經先透過這個模糊了 然後呢 這個眾議院提出的草案呢 台灣關係法草案 它又去 又提出台灣當局去混淆這兩個 所以你看它 台灣關係法草案擬定過程 就很有趣了 他們國會 美國國會議員 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詢問說 欸 請問 如果今天台灣人 隨便一個台灣人 要申請簽證 假設我們啊 我啊 我要申請簽證去 去法國玩 請問我是跟誰申請 我是跟台灣人民申請嗎 不是嘛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嘛 它是那個抽象的人民集合嘛 它不是那個統治的政治組織嘛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亂不一樣啊 它才有權力發簽證嘛 或是授權給它的那個佔領者嘛 才有權力發嘛 人民是沒有發簽證的權利嘛 因為人民不是統治者嘛 所以人民也有人民的權利 可是人民的權利跟統治的政治組織是不一樣的 如果一樣幹嘛要革命 所以 這個概念大家要搞清楚齁 所以台灣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它說 台灣一池江市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及根據這些島嶼 法律設立的其他團體跟機構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障局 以及任何界地障局 有沒有 所以我是不是說 1979年1月1號以後 它就不叫中華民國了 它叫什麼 中華台北 有沒有 它名字被改了嘛 所以為什麼現在出去都要叫中華台北 或是台風金馬關稅領域 是有原因的 它有幾個概念 台灣一池市情況下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地理概念 有沒有 有沒有 台灣 其實是台灣 台灣群島跟澎湖列島 島上的人民 有沒有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公司 這公司是cooperation 其實是法人 公司不太精準 應該要講法人 根據這些適用道理 比如說其他 其他非法人的那些團體機構 跟治理當局 所以它有五種概念 所以你看到一個新聞報道 你看到政治人物在講一些話 同樣都講台灣 你要自己去判斷 是哪一種概念 懂我意思嗎 如果講人民的話 你要更小心 因為人民它是講on Taiwan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政治上的 並不是屬性的 不是法理上的台灣人民 所以暖身結束 所以暖身結束 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會用標的 觀念搞清楚 看事情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的大綱是這樣 先看看什麼是軍事管轄權 就統治當局的權利來源 它的統治的正當性在哪裡 然後舉一些例子 譬如說 一些民用航空的管轄權 WHOWA 然後我大概用自然法 去說明什麼是管轄權 然後我再講這個 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它的國家概念是什麼 然後可能沒時間 舉這個大英國協做例子 這可能沒時間 然後講一下 什麼是主權在你 這是前 難得的場面 在台北的松山軍機場 2月21號的TVBS 出現了美國軍機 讓這些軍事迷 瘋狂拍照 下午5點多松山軍機場上 出現了這個機身上 寫著United States的美國軍機 罕見的停在跑道上 這個畫面 讓攝影迷軍事迷為之瘋狂 這架軍機是載著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一行人 他們先到台南空軍基地參訪 接著拜會外交部 馬總統也有接見 特別的是 就在羅伊斯到處拜訪的同時 軍機就乖乖地待在松山軍機場 按照 好大概看一下就知道了 在 其實是2月20號就來 2月 2月 對2月21號 但是他2月20號就來了 他先怎麼樣 他在誰 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做軍機來 這個最近 最近這幾年 你沒有發現 常常只有這種新聞嗎 美國的眾議院主席 或者是重量級的正任務 做美國軍機來台灣 你仔細看新聞 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就要講為什麼 什麼是軍事管轄權 你看 這是 2012 兩年前 快 一年多 一年多前的 520 你看他是不是來祝賀滿久就職 我畢竟還是一國元首的宣誓就職 還是有來自於各界的祝賀 包括了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斯雷提南 所率領的國會議員祝賀團 今天下午就搭乘美國政府的軍機抵台 羅斯說他們此行除了要慶祝馬總統連任之外 也將跟台灣討論中國的崛起以及經貿關係 我講看他講的台灣是指什麼 白色飛機緩緩降落台北松山機場 藍色線條機尾掛美國國旗 上面只用英文寫著美國 好的 你們看到就是近十年來首度有美國軍機抵台 你看喔他說近年十年來首度喔 等一下我就戳破他的謊言 就是這次的眾議院外會主席羅斯雷提南 剛結束會期美國眾議院的祝賀團 就搭軍機趕來台灣 參加馬總統就職典禮 五位議員加上家屬一行二十多人 團長羅斯雷提南代表美方發表祝賀 也說明此行目的 We are here to discuss the rise of China as well as discussing ideas about how to advance our bilateral trade that is so important Old proverb about Taiwan states that a good friend shield you 我們會在暴風雨中保護台灣 請問台灣有什麼暴風雨 台灣有什麼暴風雨 蛤 沒有暴風雨各位今天幹嘛來這裡 沒有暴風雨為什麼美國會說 這個克里米亞要獨立 他會說違反烏克蘭憲法 會說俄羅斯介入烏克蘭的主權 你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如果烏克里米亞那一套行得通 馬英九也可以幹同樣的事 馬英九也可以透過什麼福茂協議 現在不是什麼中國的留學生來台灣 碩士可以直接不用念碩士直接念博士 他先讓大量人民進來 然後中國就說我要保護我的人民 比如說美國要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他說我要保護人民所以我要出兵進來 有沒有可能 好像有可能對不對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我現在就告訴你為什麼不可能 美國已經在台灣啦 克里米亞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是因為克里米亞那邊 大部分都是俄羅斯人 而且有俄羅斯的軍隊在那裡 烏克蘭的力量又爆發政變 所以烏克蘭沒有辦法馬上去進兵 那個出那個判平亂嘛 可是台灣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美國沒有離開台灣耶 美國的軍隊沒有離開台灣耶 他只是沒有現身而已 所以我要講他長在哪裡 長在哪裡 所以表面上好像會跟克里米亞一樣 其實不會 但是美國會 他當然是要讓台灣人有一點危機意識 所以他說暴風雨 因為到時候 一定會有 中國一定會鼓動 一些台灣人民要求獨立 就像中國現在在鼓動流球獨立一樣 懂我意思吧 中國一定會鼓動一些民進黨人士 或是一些 頭腦不清楚的人 用台灣獨立 這樣子中共就有理由出兵 兼併台灣 但不代表他會成功啦 你看喔 他是來祝賀馬英九就職的 可是就職典禮是早上耶 他是下午才來 哪有就職人家 祝賀人家就職是 祝賀典禮晚才來的 所以他來幹嘛 他來視察的嘛 我們等一下看 他真的有那個視察的架式喔 他是來視察的嘛 隔天的新聞 來台灣參加馬總統就職活動的 美國眾議員祝賀團 今天上午跟馬總統會面之後 中午跟外交部長楊敬天 繼續進行了參序 祝賀團的團長 也就是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斯雷平南表示 美國絕對會在軍事上支持台灣 而對於馬總統一國兩區這樣的談話 美方則是保持中立 外交部長楊敬天和駐美代表 袁建生夫婦 親自站在門口迎接前來參序的 美國眾議院祝賀團 團長 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 首度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 美國眾議院上週已經要求 政府 賣給台灣66架F-16CD型戰機 他哪一點講中華台北 他哪一點講中華民國 他講的是台灣治理當局 但是問題在哪裡 注意台灣擴充武力 提高軍事預算 出身共產 問題是台灣當局 是不是代表台灣人民的台灣政府 問題在這裡 我剛剛沒有看到 不好意思 反正台灣參加馬總統就職活動的 反正時間不夠了 我用口頭講 你如果去網路上找這個影片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 他去總統府跟馬英九談話的時候 他坐右邊 馬英九坐左邊 這個羅斯雷提南 騎腳 馬英九怎麼做 懂我意思吧 誰是在做報告的人 誰是主人 當然啦 美國不是主人啦 他是什麼 他是庇護者 台灣的庇護者 他不是主人 他是監護人 他是來視察的 所以 你看美國的人員 幾乎每個都聰咖 馬英九這些人就是這樣 就像當初李登輝 在蔣經國前面一樣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去找這個影片 我們沒時間 所以你看 在2011年的10月29 剛剛是2012年對不對 這2011年它是什麼 美國空軍一架飛機 出現在台北松山機場 接送AIT官員的早餐兒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他剛剛新聞是說什麼 十年內首次軍機降落松山機場 有沒有 那記者是不是在豪小 是不是在豪小 他覺得台灣人民都沒有記憶啦 不會去查新聞啦 這種新聞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你會看到美國人物做軍機來 為什麼 要轉移管轄權了嘛 要轉移統治當局的權利了 好 我們來講 為什麼美國的那些 眾議會的國會議長啊 這些 或是什麼白宮幕僚長 要做軍機來 來台灣 而不是做外交專機 或是一般的飛機 他們為什麼不是做外交專機 一定要做軍機 連那個AIT的官員 AIT是什麼 AIT是民間組織耶 你要曉得 AIT是民間組織喔 雖然它代表美國 但它是民間 它不是美國官員 新聞都講美國官員 其實不是美國官員 是民間組織喔 是約聘人員喔 約聘人員喔 約聘人員喔 約聘人員 來台灣 他生小孩 做美國軍機來 美國在幹嘛 各位去想一下 我剛剛最前面講的 約和華的對話 裡面就有這個玄機在裡面 為什麼他要做台 我們在講 美國總統跟國會對台的軍事管理權 這個美國憲法呢 對美國的軍事管理權有三種 第一種是行使於和平戰爭狀態中 第二種是行使於境外 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者是被視為交戰方的叛軍 第三種呢 就是在境內 的暴亂 第一種呢 是稱為軍事法下的管轄權 是基於國會的議事規則 及戰爭法條 或其中方式提供給代華幫國勢力政府 所以就類似什麼 類似於宣戰 或是 中戰 簽和約的時候 那種軍事管轄權 懂我意思吧 第二種的軍事管轄權 可變為軍事政府 這很重要的一個字喔 軍事政府 在合宜的情況下 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 和國會的民事暗示的制約下 有軍事指揮的行使 所以 這是什麼 這就是說 簽了合約之後 代表美國三軍統帥的美國總統 他下面可以指揮軍事政府 第一種是這一種 所以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 究竟的和平條約 第二十三條 他說美國為主要佔領權 有沒有 那個就是這一種 主要佔領權 所以美國總統就有 執行佔領的那個 權力 再來是什麼 國會指示 民事或暗示 所以包括什麼 包括 中美防禦協定 中美防禦條約 或者是台灣關係法 但是 懂我意思嗎 國會的民事或暗示 授予國會的這個 軍事管轄權 所以第二種 它是 它是屬於軍事政府 但是它有屬於 總統跟國會的 美國是區分的很清楚喔 第三種是什麼 就是戒嚴 所以 剛剛講的 這種是境內的 這種是境外 或者是境內被視為交戰方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 林肯這個電影的話 為什麼 他們 就是北方的州 他們 有一派人就堅持說 不能把南方 視為交戰方 要用戒嚴處置 因為他 他想要用這一種管轄權 而不是用這一種 這是不一樣的喔 那美國國會呢 你看 在台灣關係法第十四條 其實其他條也有牽涉到啦 但這一條是比較主要的 他說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國會其他事項委員會 將監督本法案的條款實行 該協會做程式 這個美國與台灣維持關係的法律 及基礎事項 有關東亞安全 及合作的美國政策執行 東亞安全喔 所以為什麼他說 他會保護台灣人民 在這個暴風雨之下 這些委員會這樣 適當的報告監督的結果 所以他有什麼 他有監督權 這種是一種監督權 美國總統是有什麼關卡權 1979年3月底通過的這個 3月28號通過的這個 台灣關係法呢 是4月10號美國總統簽署 簽署之後才成為法律 law 通過還沒有叫做law 通過只叫act 往前追溯1月1號 這背後是有玄機的啦 但我時間不多 就不講了 你看喔 這第三條他說 美國總統和國會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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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繁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的檢查報告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說 第二種管轄權 他是屬於軍事政府的 但是呢 他也有區分總統的跟國會的 有沒有 所以是 軍事當局要跟總統和國會報告 他指示總統如遇台灣人民的安全 或社會經濟度遭到威脅 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採取行動 他不是說依國際法喔 他說依憲法喔 所以 台灣問題是聯合國可以決定的嗎 所以什麼是憲法程序 這又模糊了 你就要去理解 什麼是憲法下賦予總統 跟這個國會的軍事管轄權 我剛剛講了 總統那部分主要來自什麼 舊西安和平條約 還有就更早之前 做為戰爭的征服者 對大日本帝國的征服者 這兩個會授予美國總統 軍事管轄權 那 國會就是主要是依製 現在是依據台灣關係法 所以你看那些美國眾議院議長 來台灣的時候 開口閉口都是台灣關係法 有沒有 因為根據舊西安和平條約 他們 國會沒有得到什麼 就是說可以去判斷 怎麼執行這個佔領的管轄權 執行是總統的權利 因為總統是三軍統帥 只要他們國會一天不決定 結束佔領 結束佔領是國會的權利 沒有錯 結束佔領是國會決定的 可是只要國會一天不宣布 結束佔領 這個執行的權利就是總統的 懂我意思嗎 這也有玄機的 那我就不講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查我 我上次的演講 這是台灣關係法裡面最重要的一條 我個人認為 很多人都不看這一條 為什麼 我解釋給各位聽 第十條A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向台灣提供 或由台灣接受任何服務聯絡承諾等事項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 注意喔 台灣設立的機構 提供上述事項 或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注意喔 總統確定 美國總統確定喔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注意喔 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本法案代表台灣 注意喔 代表台灣 提供保證及佔領的機構 大家看懂了嗎 什麼是台灣設立的機構 就是1979年1月1號以前 被稱為中華民國 之後被稱為中華台北的治理當局 懂我意思嗎 這叫做台灣設立的機構 但是誰去認定這個機構 擁有統治台灣的權力 能夠代表台灣人民呢 誰 美國總統 有沒有 美國總統確定 有沒有 所以各位了解什麼叫做選舉 所謂的台灣人民選舉 或是中華民國選舉 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一個 他先混淆了台灣人民 他混淆了 The people on Taiwan 跟The people of Taiwan 有沒有 他都要混在一起 叫做政治的台灣人民 然後 美國就說好 讓你們這些人自治 事實上自治 不是法理自治 事實上自治 自己管自己 那什麼叫自己管自己 透過選舉 選舉 選出了一個人 這個人 中選會 貼出公告之後 就是 就是跟美國總統說 我們提名這個人 當我們的管家 提名這個人 當我們保母 懂我意思吧 美國總統發賀電 那叫什麼 那叫認可 我認可你 我沒有干涉你喔 你台灣人民自己選出來 你們自己提名這個人喔 可是誰授予這個統治者權利的 不是提名人 是認可的人 各位了解嗎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美牛案 不需要通過立法院 他在跟AIT簽美牛的時候 不需要先進過立法院 為什麼 因為他的權利來源 不是來自台灣人民啊 懂我意思嗎 他人民 台灣人民只是提名他 當台灣人民的保母 授予他這個權利的是 認可他的那個美國總統 各位了解了吧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自治的真相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那些難民有提名權嗎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好像 俄羅斯今天在克里米亞半島發護照 他大量發俄國的護照 然後找藉口說我要保護我的僑民 我出兵和克里米亞 那請問那些拿到 一邊有克里米亞 一邊有克里米亞這個公民權利的人 一邊又有 同時又有俄羅斯護照的人 請問他投票的結果 可以決定當地的未來嗎 不可以嘛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沒有提名權嘛 他就算沒有主權 他沒有主權也沒有提名權 哪有什麼自治的權利 那個人民自覺是騙人的 我是說這種情況下的人民自覺是騙人的 是假的 好 這就是美國總統他在1978年12月30號發布的備忘錄 關於卡特關於台灣人民關係的備忘錄 這台灣人是 有沒有 people on Taiwan 有沒有 這已經模糊掉了那個 法理的台灣人民跟難民了 這表面上是備忘錄 實際上是一個行政命令 是總統的命令 是屬於軍事指揮官的命令 為什麼 你看 因此我宣告並指示無下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或其他與台灣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並且適當地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並進行與實施那些1979年開始的計畫交易 以及關係 什麼意思 什麼是低段的機構 因為這個時候是1978年有沒有 就是過了幾個月 過了四個月之後成立的AIT 其實AIT是二月就成立的 但是正式運作大概是五月 1979年的五月 AIT正式運作 所以他在AIT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他先發布這個行政命令 怎麼樣 他去彌補一個時間差 時間空檔 這個低段機構就是未來的AIT 那時候未來的AIT 那什麼是 目前有權威的這個機構呢 是誰 就是那個時候叫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 懂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美國總統要發布這個行政命令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隔兩天 1979年1月1號發生什麼事 他們要斷交對不對 斷交會發生什麼事 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佔領權了嘛 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次要佔領權了嘛 那沒有次要佔領權 美國是不是就要浮出來了 對不對 美國不浮出來 中國就可以介入啦 但是美國還不想浮出來 他還想要躲在後面啊 他養一隻看門狗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就發布這個行政命令 讓這個 這個 已經 跟他斷交了這個治理當局 繼續治理 這時候還沒有 美國國公還沒有通過台灣關係法喔 所以 這個軍事管轄權 不是來自台灣關係法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屬於 美國憲法下 跟戰爭法 萬國公法下的 美國總統的 軍事管轄權 作為一個征服者 作為一個主要佔領權的 軍事管轄權 懂我意思嗎 你看喔 美國與台灣之間 既有生效的國際協定級案件 應繼續有 1979年1月1號的 開始的部門機構 依照他們的規章 來實施 透過AIT來實施 所以這個 台灣當局之前跟美國簽的那些法律 只要涉及到台灣人民利益的 只要涉及到台灣人民利益的 美國都有權管轄 為了實施本備用錄所有的規定 每當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 涉及到一個境外的 你看喔 Country, Nation, State Government 或是類似實體的時候 部門與機構 應解釋這些條款 並應用那些法律跟命令 包含台灣 所以為什麼 能夠告美國 為什麼 秘書長 可以去告美國 為什麼台灣人 遇到一些 民事案件 國際的民事案件 可以去美國法院告 因為 這就是軍事管殺權的一種 包含台灣 所以台灣 我們等一下會講 台灣其實 並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這三個不是同樣的意思喔 很多人都把它都放成國家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這三個是什麼意思 他們都 他們不是同樣的意思 但是呢 因為 這個行政命令 跟台灣關係法 使得台灣被 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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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境外的 Country 視同 美國境外的 Nation 視同 美國境外的 State 視同 就是當作 並不是真的是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因為事務上需要 美國的利益 將有一個很快被認證的 公司行事的非關鍵目代表 那是什麼 就是AIT 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段的機構 接著這個 6月22 台灣關係法就通過了 通過之後 美國總統又更新了那個備忘錄 也是發了一個行政命令 第12143號 你們會去網路上查 我把它翻譯出來 大致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些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承認誰 北美事務協調會 有沒有 他承認北美事務協調會 是台灣統治當局的代表 擁有代表台灣的權利 擁有統治台灣的權利 所以誰決定的 總統保留 於第十條A的決定權 有沒有 有沒有 為什麼保留 因為台灣關係法 把大部分很多總統的權利 售出去給國務院 給國務卿 像AIT就是屬於國務院下的 所以AIT屬於 國務卿管的 所以 國務卿是代表總統的外交權利 但是總統保留了 那個指定權 因為那個是什麼 那是軍事指揮官的權利 就是美國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利 這樣大家理解嗎 好 在1996年的時候 他又更新了一次 所以這時候呢 就改成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有沒有 所以 為什麼他們可以代表台灣 是事務上代表 而不是法理上代表 就是因為美國總統的命令 各位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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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有個例子 很快講一下 就是 有一個組織叫 亞洲開發銀行 ADB 他是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 但是在1983年的時候 這個 這個 中共要加入 他要求排除中華民國 但是中共表示 是可以用台灣China 但是美國建議是用台北China 所以你就知道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一樣 美國就不會這樣建議了 台灣China 就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作為領土 是一部分 對不對 或是政治組織是一部分 可是台北China呢 他是代表什麼 就像Chinese Taipei一樣 他代表的是那個流亡 因為流亡只能在一個城市 他代表那個流亡的統治組織 流亡本質的統治 台灣統治組織 但是後來誰接受 當然是接受美國的建議嘛 因為美國才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監護人 或說庇護者 更好玩的是 香港回歸之後一年 香港要加入亞洲開發銀行 但是他用中國香港加入 就會混淆嘛 因為剛剛說 台北China嘛 對不對 現在用什麼 現在用Hong KongChina嘛 但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可是台灣不是啊 所以會引起混淆 所以他們怎麼辦 他就把 鬥點空一格去掉 這是什麼 這是錯誤的英文文法 對不對 學過英文都知道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 對不對 但是為了要避免那個混淆 他們就用錯誤的英文文法 這代表什麼 你們去官方 ADB的官方很亂查 還是這個名字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統治當局有多卑賤啊 名字給人家改來改去 都不能做主的 各位理解吧 各位理解吧 他如果是一個真正 有主權的國際法人 他是一個主權國家 他的名字可以給人家改來改去的嗎 不可以嘛 為什麼他可以改來改去 因為他只是人家養了一隻看門狗嘛 我還叫改這個 我把這個路的名字 叫馬的名字可以 懂我意思嗎 卑賤啊 我們台灣人民又被這麼卑賤的 當局代表 是什麼 悲慘啊 自己不知道 當你在國外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這個我們沒有時間講 各位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演講 好 很快講一下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啊 什麼是管轄權 講一下好了 好 什麼是管轄權 這就是說美國衛生部長賽比劉是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利批評交易的地位 什麼意思 這句話什麼意思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這是管轄權的案例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有管轄 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這個答案是這樣 根據自然法 我不是根據母系社會 父系社會 而是根據自然的法則 什麼 媽媽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要決定 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 那個家庭的時候 請問誰可以決定 媽媽媽 為什麼 對啊 因為只有媽媽才知道 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對不對 搞不好 工頭生的 婆子的 對不對 只有媽媽 因為媽媽生他的人 媽媽才知道 那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爸爸自己不知道啊 他怎麼知道 他老婆懷的是誰的孩子 所以小孩子 要決定小孩子 繼承問題的時候 是誰可以決定 媽媽為什麼 因為媽媽知道 那小孩子真正的血緣嘛 同樣道理 能夠決定一個領土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 那個 紀獸問題的時候 法律上的紀獸問題的時候 是誰可以決定 那個 可以知道那個紀獸問題 的主人 或是所有權者的 那個人 就是擁有管轄權的人 這樣各位理解吧 包括 包括 街稱的護士 包括 法律規定的監護人 都是 美國就是 台灣的 國際法裡面的監護人 他是個佔領者 這就是管轄權案例 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 維基解密 各位去查 就是在這個自由時報有報導 就是說 美國曾經新聞 聯合國 潘基文 聯合國民事長 潘基文說 台灣 不能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 我小孩子 在外面被人家欺負 我監護人 顧著這個小孩被人家欺負 誰要出來管 是監護人要負責 對不對 好 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這個我沒有時間講 我只要講概念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什麼是Country Country就是 相當於疆域啦 因為這Count就是 伯爵的意思 Country就是以前 英文伯爵的意思 所以它相當於 擁有同樣的制度 要繳一樣的稅 所以它是某一種自制體 Nation呢 Nation是 因為這個Nate Nat 它的語言是 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是 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它有時候有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有國家的意思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有國的意思 你要看情況 什麼是State State的語言是 站立起來 就像剛剛那個巨人 有沒有 有沒有 站立起來需要什麼 需要意志 是什麼樣的意志 使得它站立起來 那一群 細胞組合的人造人 站立起來 而不是烏合之眾 不是一盤散沙倒下去 就是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體的那個意志 那個 經過選擇的社會契約而凝造的共同體 這個就是 State 法律上真正的主權國家 真正的政治或法律上的所謂的國家 就是用這個英文 但是你看到這個英文 不見得它就是主權國家 你還要小心就對了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主權國家一定是用State 懂我意思嗎 你是塑造那一種語言啊 文化認同的 就是像Nation 有沒有 所以俄羅斯要塑造什麼 這個克里米亞半島都是我俄羅斯裔的啊 大部分啊 它就是 它就是在走這一種 它要造帝國啊 用同樣的文化 大部分的文化 大部分的語言去決定它的管轄範圍 就是這一種 它想要建立這一種 像文明的國家是要建立這一種 我們講一下主權在民就下課 主權在民是如所講的 那什麼是主權在民 政客最喜歡講 我們就來講什麼是主權在民 人民是不是主權者 如說說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減速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它與它的權威 置於公共意志的指導之下 群體接受每一個人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人都是那個人造人的一個細胞 它有三個階段 一開始這個一群人民 一個範圍裡面的一群人民 要形成公共意識 說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我們要成為一家人 我們來簽訂一個社會契約 我們要成為一家人 然後選出一個代表 這個代表就是主權者 這代表可能是一個人 也可能是一群人 不一定 比如說像蘇維埃 什麼叫蘇維埃 蘇維埃就是議會的意思 蘇維埃這個議會 蘇維埃議會 就是相當於那個主權者 所以主權者可能是一個人 也可能是一群人 代表公益 由這個主權者 去授權給一些刺激法人 就是所謂的政府機關 去實行公益 所以這就好像是 每一個人就像是股東 主權者就是股份最大的董事長 然後政府的頭就是總經理 或是執行長 所以這三個是可以區分的 股東不擁有這家 不代表公司 每一個股東不能代表這家公司 對不對 只有股東選出的主權者 才可以代表公司這個法人 執行長也不能代表 對不對